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好吧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Predis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都會有點比較習慣 簡報就長得那樣子 所以老師 我相信你們用到現在 光明子算一直在怎麼變 一直在變 你有推出新版本 你看像今年有2013啊 對不對 可是怎麼變它的基本架構都沒變對不對 就是一張一張的來碼 那Predis呢 比較不一樣 它有點類似新制度 我說老師有沒有用過新制度的相關的 不管是接觸相關的概念 或是軟體 像S-Mine的 S-Mine的這些都是 那它就是類似新制度的方式 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怎麼樣 就先想好之後就把它整理起來 整理起來 把它放在那個 上面 然後再來做這一塊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囉 好 OK 那這邊也有我的 很多電話跟E-mail 還有部落格 等一下老師再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首先我會把比較常見的這個簡報網 像這樣 我們就放大量 對不對 這個本來就可以放大 好 那我會提到常見的就是什麼 微軟的POWER 還有 像賈福斯都要買一個 當然因為他們自己家的對不對 它怎麼可能有微軟的 那不是就是小神的 所以蘋果上也有 好 另外呢 其實 實際上 緬備的 office 大家也有聽過 對不對 以前有推薦在職業嗎 只是大家都推薦來動 因為 江山易改 本性難以 我剛才是 對我的養長大 然後這個 你會比較難接收 E-mail office 但是這樣 他現在做的也不錯 我自己平常 現在都去採取比較多 好 比較多 那你都可以參考 不過 不管怎麼樣 下面這兩種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TNONE還是微軟POWER 它是不是都要錢了 它不是免費的喔 你今天電腦有裝 可能是老師自己有花錢 可能是使用學校的授權 可是如果你今天一般的電腦 那很危險 你沒有花錢買 就不是正版 就不是正版 那OPEN OPEN office 這個就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講的當然也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你們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樣的簡報方法以外 還沒有規則 當然如果老師要用 首先第一個 你要申請帳號 你要申請帳號 那怎麼樣去申請這個帳號呢 它帳號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把這個 幫大家看一下 首先如果像我們剛剛講 如果是一般的帳號 那就是100MB 那100MB 但是呢 簡報是只能社會公開 也就是說 就是打給大家看的 那如果您升級為教育版 你有500MB的空間 當然也是只能在線上編輯 那再來 但是你的簡報 都可以設為私人或公開的 也有些時候老師 你覺得我都不想給人家看啊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設為私人 那如果你覺得 還不夠了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變成就是 付費了 那就變一個月大概4.92美金 4.92美金 那也是一樣 這個是等於一般 它沒有 所謂的教育版就是 你一定要用EDU學校總帳號 申請才有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 更進階的 也就是你可以用書面板 因為有的人覺得說 我好像這樣網路覺得比較慢一點 其實我們比較 像我們一般 我們在外面上的 我們比較擔心 就是像這樣一次那麼多人 同時連到入網站 那個老師就會覺得嗎 但是如果你可能自己的辦公室 在家裡 其實那個速度都還好 都在可接受 所以就不見得說 一定要用所謂的桌面板 那如果你要用桌面板 那價格又更高一點 這個價格又更高 一樣我們現在的帳號 那個桌面板 也可以要我放在裡面 但是只能用三字篇 只能用三字篇 所以這個是 先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那個帳號的不同 那 你們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有先錄影錄好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這個 左手邊 研習說明這裡 有沒有 第一個 左手邊 第一個 這裡就有一個 好 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教學影片 你點下去 我就會講話 呵呵 但是呢 我看老師好像沒有喇叭 所以可能 只能看樣子而已 好 OK啦 你看到我點進來 我先點給老師看一下 因為這個我在家裡面 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的錄影軟體 就是可以做成這樣子 錄影軟體之後 連你的網頁都幫你做好 其實我 其實我 我必須承認就是老師 現在學校採用的這個 訓練的 這種 數位學平台方法 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 老師如果不會做網頁 有 比較吃虧 我本身智慧會用 因為我工作上 我就跟網頁一次有相關的 那所以我覺得我在操作這個 還可以接受 但是 對一般用者來講 如果老師不是 沒有去網頁製作 你會發現 你要弄 比較好看的那種 有困難 那像我們現在的錄影 就是直接做完 那我就直接按電話 好 好 這樣可能比較小聲 好 因為我現在 木畫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所以 可能各位這樣看 會覺得 比較不太夠 好 沒關係啊 你知道有那邊就好了 好不好 等一下呢 你可以自己實際操作看看 那我們現在呢 真的自己拿一下 來 請您到這個網址 PREASE.COM 這個網址我把 我等一下把它放大一點 好 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您可以先 從右手邊 來 網址老師您看一下囉 在這邊 我再放大一點 齁 PREDI.COM 就是下面這邊齁 這樣大家看就可以了 這樣 您進來之後 在右上角 就有個SYAR 好 這是註冊的意思齁 有沒有看到 好 進去應該會像在那個畫面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在右手邊 您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 對不對 欸 你們的 你們的掃一半 這樣 看到了齁 欸 進去之後 它會要求您就是 您要哪一種 license的 那我們當然先選這一種齁 上面已經有很大的0 不用錢的齁 好那如果呢 您本身 你想要一次就到位了 也可以 請你往下再捲動一點點 它故意弄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們眼睛還夠好 所以還看得到 也沒有student的future license 一樣齁 但是這個就是限制的 您一定是用EDU的 好EDU的 那麼如果 呃 您現在 不是認真 好 這麼老實 突然很認真的看著我 不是那麼認真的 我指的是 你如果不是很正心的 想要玩 你只是想要先玩看看而已 對不對 那 你就先用上面那個就好 因為 用了上面那個 你還是可以再申請 好 表示比如說 你要先用Gmail的 還是其他的Yahoo的帳號 都好 然後呢 你要升級的時候 一樣可以換成學校 OK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那他呢 還不錯 當你點了之後呢 點了之後 他不會記證證信到你了 所以你用假的也沒關係 你用假的Yahoo 反正沒有用過就好了 他不會記公證證信之後 請到那邊試一下 送信之後再回覆 有沒有 你 隨時註冊 你要什麼名字 直接進去了 所以你看 一進來之後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 first name 對不對 你的姓名 然後你的email 你的email 還有打兩次你的密碼 就這樣就好了 但是 不要忘記 最下面還有一個 我同意 好 最下面還有我同意 勾起來 這樣會給注射成功 他不會 給您任何的就是 email 確認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 麻煩老師 先取得今天的附証券 OK